看完了學業成績的好表現 音樂成績也是不遑多讓 自從壯圍國中的籃球隊 在台北北區拿下冠軍後 學校的口琴隊 在全國中小學音樂比賽當中 也再度奪冠 同時還創下五連霸的好成績 所以說壯圍國中 可說是文武雙拳 一點都不為過 壯圍國中表示 有口風琴跟口琴組成的樂團 能夠在全國中小學音樂比賽當中 再度殘連五連霸冠軍 除了平時用心練習 最重要的就是這些學生 從國小就累積雄厚實力 加上老師專業的指導 讓這座鄉下學校 能夠在全國再創佳基 你從一年級到三年級都拿到管理 對 那感覺很幸福 很開心 這個音樂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就是能夠參與到這個團體 然後去參加音樂比賽很有成就 有時候蠻累的 蠻後勒 這是什麼 可是最後結果就很開心了 國小就開始學了 國小就開始學了 對啊 水口琴的感覺怎麼樣 嗯 很有成就感 跟一般的樂器呢 嗯 我覺得口琴比較感興趣 是不是也比較方便 嗯 對 怎麼樣 就樂器比較小好攜帶 優勢的部分 其實他們在小學都有一定的基礎 那到了國中來就是延續他們的興趣 對 那我們會盡量跟小學就是配合 那延續他們小學本身的指揮 那我們也延續聘請過來 那主要是他們的學生的部分 團結性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在管理的方面 我們會盡量說他們以團隊為優先 鄉長除了嘉美學校 老師 學生的努力付出 也希望更多鄉親看到學生的精彩演出 所以將結合各校才藝 開辦聯合音樂會 這次出的比賽都得到很好的民宿 所以我剛才跟我們做股東成校長做一個 事實上一個討論 我們希望在最緊快可以辦一個我們 中緯一生國民中小學 國民中小學一些英內聯合演出會 要請我們中緯一生家的家長 可以來共同參與這個活動 那鼓勵小朋友在英內的領域方面 能夠更上一圈樓 除了口琴隊的優異表現 私足樂團也獲得全國第二 顯現狀為國中的人才積極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不到 你一個月尊emic 來熄悉 可以參加費 海津